好的主播 畫面看到教室裡面的天花板突然蹦出超大火光 學生趕緊散開 大聲尖叫 疑似是教室裡面的送風機突然故障 爆炸噴出超大片火花 學生邊叫邊躲就怕被火星打到 事發在23號高雄的某所高中 目前判斷的應該是高三的教室內的室內主機送風機 太久沒有使用導致它的零件或是灰塵侵入袖斗故障了 消防緊急查看也把電源關掉 發現塑膠殼已經燒毀了 而且有明顯的燒焦味道 學生也趕緊撤離到其他教室上課 但這個爆炸聲真的不想接連炸開好幾次 火光在空中爆開還捨怕電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學校還要再檢修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將時間鏡頭交還給彭麗主播